对于想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冠的中国南篮而言,今天显然是第一个大考的日子。 面对因NBA球员克拉克森加盟,实力得以斗争的菲律宾队,中国南篮面临不小考验,正所谓兵来将党,水来土掩,实力同样不俗的中国南篮,想必已做好了各种困难准备,而随着今天下午双方的兵戎相见,中非之战的三大悬念也将揭晓。 一、如何限制对方尖刀人物,克拉克森的发挥,严格讲,正是由于克拉克森的中途加盟,菲律宾队在面对中国南篮时才有了非分之想,今天,里南如何限制克拉克森的发挥,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比赛走势。 后卫线赵锐,恐怕要承担更多防守压力,刘志轩,赵太龙等也许会参与车轮战防守,三位球员会轮番去消耗克拉克森,甚至让他每一次接球都不会轻松,此外也不排除用包夹等形式,去限制克拉克森的发挥。 二、当然,内线周期将会是防守的最后一道大闸,二、如何遏制和破解对手的小快灵打法,上次亚洲杯期间,杜峰率领的中国南篮篮队,之所以输给菲律宾队,最关键点还是不是当对方的小快灵打法,陷入了菲律宾队的节奏。 今天,李南不能重蹈杜峰的覆辙,除了利用身高优势尽量和对手打阵地战外,也可以用自己的高快灵,去对付菲律宾队的小快灵。 中国队一旦祭出孙格辉、赵瑞、丁燕宇航、阿布都沙、拉木,周期这套阵容,无论从身高从速度,都将使菲律宾队头痛。 总之,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,中国南篮完全可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 三,如何力争首战告捷,给自己争取一个好排位,从菲律宾队整体实力来看,本次亚运会由于布拉切、威廉等主力的缺阵,其整体实力已削弱不少。 尽管克拉克森的加盟,提升了这支球队的实力,但要相战胜中国南篮,仍然有一定难度。 只要中国对战略上蔑视,战术上重视,把一切该些的包袱都卸下来,打出自己正常的攻防节奏,拿下比赛应该在情理之中。 而一旦首战告捷,基本可以锁定小组第一,这样就可以在淘汰赛中,避免过早碰韩国。 伊朗队,为亚运会夺冠,做出最好铺垫,侠戮相逢勇者胜,相信中国南篮在里南带领下,不会让中国球迷失望。 温馨提醒,今天,21日,中飞之战将在下午时期打响,央视体育频道及各大门户网站,将进行现场直播,请各位球迷留心收看,在此,预祝中国南篮齐开得胜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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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